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面对新对手卡玛拉·哈里斯时的应对策略问题 共和党内部对于特朗普无法保持信息一致并远离阴谋论感到担忧 这使得他的竞选活动受到影响 尽管特朗普的盟友希望他专注于政策问题如经济和移民 但他依然选择个人攻击和阴谋论 这种做法不仅未能有效打击对手 反而让他自己陷入了困境 特朗普在与埃隆·马斯克的社交媒体对话中 也因技术故障而延迟 并且他的工会权力争议进一步引发了工会的不满 共和党捐助者和盟友们 希望他能够更加专注和有纪律 但目前看来 特朗普依然无法摆脱阴谋论和个人攻击的陷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he Independent发布了一篇文章 探讨了在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针对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竞选的背景下 共和党内部对其行为的担忧 文章指出 特朗普的捐助者和盟友对他的竞选策略表示不满 尤其是他无法保持信息一致 并远离阴谋论 这正在削弱他的竞选势头 在总统乔·拜登决定退出竞选 并由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接替后 特朗普的反应是加倍发送侮辱性信息和攻击 这些攻击包括毫无根据的阴谋论和基于种族的侮辱 特朗普的盟友 希望他能够将重点转移到政策问题上 如移民和经济 而不是进行人身攻击 一位接近特朗普的人士表示 这是一个不同的竞选环境 民主党内充满活力 有一个强大的筹款和组织机器 因此 他们认为特朗普应该专注于 可以吸引选民的政策话题 而不是对哈里斯的个人攻击 文章中提到 特朗普在某些平台上的表现 较为罕见的 显示了信息一致性 这是他在社交媒体平台Truth Social上很少见的 一些视频问道 你现在比我当总统实过得更好吗 这种信息是一种 简单但强有力的竞选基础 然而 特朗普在与埃隆 马斯克的两小时对话中 花费大量时间 讨论其毫无根据的 2020年选举背道的说法 并继续对拜登进行攻击 共和党内部的一些声音 如保守派电台主持人 史蒂夫·迪斯 认为特朗普需要更加专注 不要偏离主要信息 特朗普的盟友的拉里·库德洛 也在福克斯商业频道上表示 特朗普应该避免侮辱 更多的谈论政策对比 自拜登退出竞选以来 特朗普的行为受到了更多关注 他攻击了乔治亚州州长 布莱恩·坎普 并在全国黑人记者协会的采访中 指责哈里斯隐瞒其种族身份 在海湖庄园的新闻发布会上 特朗普声称 他的集会人群 与1963年马丁·路德 今在华盛顿游行中的人群相当 共和党内部的顾问们表示 特朗普需要停止 质疑哈里斯的人群规模 开始质疑他的立场 许多推动这些阴谋论的人 可以直接联系到特朗普 或者在他的私人俱乐部 与他交谈 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特朗普需要清醒过来 与此同时 BBC报道了 特朗普在北卡罗来纳州的 一场集会上提出其经济计划 并抨击哈里斯 拜登政府所造成的困境 特朗普在与特斯拉首席执行官 埃隆·马斯克的对话中 支持解雇罢工工人的言论 引发了工会成员的批评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随后向联邦劳工监管机构 提出指控 指控特朗普恐吓工人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正在努力让他回到政策重点上 因为他的新对手 卡马拉·哈里斯的支持率上升 库克政治报告显示 哈里斯在多个摇摆州 抹平了特朗普的民调领先优势 特朗普在与马斯克的对话中 涵盖了广泛的话题 包括对前总统的暗杀企图 政府监管和工人罢工 他赞扬了马斯克解雇 罢工工人的做法 但联邦法律规定 公司不能解雇罢工的员工 工会领导人批评 特朗普的言论 认为这是经济恐怖主义 同时 Guardian报道了 特朗普急于打击哈里斯 但未能成功 他多次对哈里斯进行人身攻击 甚至涉及种族和性别的攻击 特朗普的助手试图安抚他 但他继续对哈里斯 进行毫无根据的攻击 众议院共和党人 哈里斯的攻击 包括扭曲发音他的名字 称他为愚蠢的 无能的和婊子 他声称拜登在策划推翻他 并指责他的集会人群是假的 这些攻击 无法让拜登重返政治生活 只激发了特朗普 更多的言语虐待 文章指出 特朗普的投射 反而暴露了他自己的罪行 他无法通过负面竞选 来贬低哈里斯 因为他的负面竞选 吞噬并定义了他自己 他对被中和感到愤怒 然而 他的审判也产生了影响 强调了他在法庭上 作为性掠夺者的行为 他的挫折 激发了更多的言语虐待 特朗普还攻击了 乔治亚州州长 布莱恩 坎普的妻子 因为坎普拒绝支持 特朗普的2020年 选举被盗的谎言 捐助者希望 特朗普能冷静下来 专注于政策 而不是侮辱和阴谋论 综上所述 特朗普的竞选策略 面临共和党内部的广泛批评 主要集中在其 无法保持信息一致 并远离阴谋论 捐助者和盟友 希望他能够 专注于政策问题 而不是对卡玛拉 哈里斯的个人攻击 然而 特朗普显然无法摆脱 其阴谋论和攻击性言论 这可能会削弱 他在竞选中的优势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今天我要说的是 特朗普需要改变他的战略 把重点放在经济和移民 这些实际政策上 而不是个人攻击和阴谋论 这样做不仅能提高他的支持率 还能更好地挑战卡玛拉·哈里斯 正如共和党的一些 重量级人物所说 政策问题才是选民真正关心的 毕竟 选民们更希望听到如何改善经济 而不是一些毫无根据的阴谋论 根据库克政治报告的调查 哈里斯在多个摇摆州领先 这足以证明特朗普需要改变策略 谢琪琪在此 哎呀 楚天书 你这么说可真是有趣啊 特朗普改变策略 他从来就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玩家 你以为他能像联邦党人文集中的 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一样稳重吗 嘿 别忘了 特朗普的成功正是因为他的疯狂 就像乔治三世的疯狂引发了黎尔王一样 特朗普的疯狂也制造了无数的话题和关注 正如莎士比亚所说 疯狂的世界 疯狂的国王 疯狂的构成 这显然是特朗普的特色 而且他的粉丝们也喜欢这样的他 哦 谢琪琪 你真是幽默 不过 历史总是教会我们一些东西 我们来看看尼克松 他在1972年的选举中重点关注经济问题 结果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特朗普可以学习这一点 把他的疯狂用在政策上 而不是人身攻击上 再者 特朗普一直在说2020年的选举被盗 这真的对他的支持率有帮助吗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 超过50%的美国人不相信他的选举被盗论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的阴谋论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 楚天书 你真是个教科书式的人物 尼克松 拜托 他可是因为水门事件被迫辞职的 特朗普可不希望重蹈覆辙 再说 特朗普的疯狂和阴谋论正是他的品牌 他的支持者爱的就是这点 就像卫报报道的那样 特朗普的疯狂已经成为一种娱乐形式 你真的以为他的支持者会在乎什么经济数据吗 他们要的是刺激 要的是一场场表演 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所说 这世界是一个舞台 我们都是演员 谢奇奇 我承认特朗普的戏剧性确实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策略会在长期内奏效 当选民们面对日益增长的生活成本和移民问题时 他们会更关心谁能提供实际解决方案 而不是谁能提供更多的戏剧效果 根据盖洛普的数据 经济问题是美国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而不是阴谋论 所以 特朗普如果真想赢得大选 他需要更多的谈论如何改善经济 而不是沉迷于个人攻击和阴谋论 哎呀 楚天书 这真是个完美的结论 但现实并非如此简单 特朗普的选民们 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深刻的政策见解而喜欢他 而是因为他敢说敢做 不按常理出牌 而且 别忘了 民主党也有他们的问题 拜登和哈里斯的经济政策 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 这给了特朗普更多的攻击点 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 这是一个愚蠢的世界 而愚蠢的人领导愚蠢的人 特朗普的愚蠢 或许正是这个愚蠢世界所需要的 总之 他的策略或许疯狂 但疯狂有时也有其独特的力量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